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新锐文史作家张景林的《八王乱》 副表题是《西晋那时的全谋轨迹》 简单来说 八王之乱就是发生在西晋王朝中后期 从元康元年291年至光西元年306年间 长达16年的政治动乱与内战 直接摧毁了西晋王朝的统治 由于这场变乱的主角是八位出身西晋司马氏皇族的诸侯王 所以史称八王之乱 好不容易摆脱了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分裂局面的中国 再次被抛进了动荡的乱世 直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为止 虽然在这一段长达300多年的大变动时期里 在中国的疆域内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 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第二帝国隋唐时代的繁盛打下了基础 但这一段分裂造成的百姓生命与经济停滞的损失实在是无法计量 西晋这个结束三国乱世的短暂统一王朝只存在了短短51年 可以说是昙花一现 更糟糕的是 他的四任君主 除了在位25年的开国君主 晋武帝司马炎 其他三任 包括我们今天叙述的主角之一 晋慧帝司马中在内 都不过是全臣手里的傀儡 对西晋中后期极具恶化的政治局势无能为力 一般来说 在普通历史爱好者眼里 八王之乱是一场典型的宫斗 他爆发的原因很简单 晋武帝司马炎一意孤行 安排了自己的白痴儿子司马中当皇帝 从而让其他诸侯王感觉 皇帝宝座触手可及 于是整个西晋皇室对权力的渴望压倒了血肉亲情 然而 本书作者张景林和其他一些历史研究者 比如日本历史学家福元启郎认为 八王之乱的实质 反映的是西晋国家体制根基自身的崩溃 崩溃的直接原因呢 还要追溯到东汉末年 简单来说 东汉帝国的瓦解 直接让社会中间力量 也就是世家门阀官僚 对儒家道德的信心开始动摇 而三国时代曹魏政权激烈的权力斗争 以及司马仕对曹魏政权的取代 引发了持续而血腥的政治动荡 这种常年朝不保夕的政治局势 更让当时的上层阶级 一边选择站队自保 一边陷入了一种道德上的犬儒主义 不会为表面上标榜的道德原则挺身而出 说白了 西晋政权从顶层制度设计 到支撑它的道德意识都是脆弱的 从而导致西晋政权从建立之初 就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过早的腐化 朝廷众臣对于王朝的前途漠不关心 而皇室成员则对皇帝宝座表现出赤裸裸的觊觎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看晋武帝司马炎失败的顶层设计 也就是对于自己身后西晋朝廷的政治人士安排 存在哪些重大缺陷 从而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 其次我们来简单回溯一下 王之乱的整个过程 以及他对西晋灭亡后 整个中国历史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提到八王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 很多历史爱好者就会归结为晋武帝司马炎 没有安排好皇位继承人 说司马炎想不开 生了那么多个儿子 偏偏要立一个白痴司马忠做太子 导致西晋王朝的权力中枢 不能正常行使职责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动荡 最后变成了内战 不过在这里要说一句 看似简单的结果 背后往往是多种相关变量的推动与博弈 本书一开头 作者张景林就说了 司马炎的选择 其实是一种基于当时现实的考虑 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和理由 司马炎有26个儿子 不假 但是夭折过半 活到成年的只有9个 这9个皇子 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 其中7个死于非命 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炎 与幼子司马赤 侥幸活了下来 重要的是 这些儿子大多是在西晋取代曹魏之后出生的 在做皇帝之前 司马炎的儿子非常少 他的皇后杨燕就生了三个 分别是司马鬼 司马忠 司马俭 其中最名正言顺 该当太子的敌长子司马鬼 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 次子司马忠就成为敌长子 到了公元267年 9岁的司马忠就更进一步被立为太子 早在太史末年 司马忠十四五岁的时候 司马炎就发现 这个次子晋升来的敌长子 智商有问题 所谓皇太子不堪奉大土 当时司马炎确实动摇过 由司马忠继承皇位的念头 不过 这既是关系到西晋王朝根本的大事 首先也是司马家的家事 司马炎第一个找商量的 就是皇后杨燕 但是杨燕不是省油的灯 他背后有魏晋时期的地方大族 娘家红农杨氏撑腰 而且杨燕也是个出名的汉妇 有一次司马炎想选妃 杨燕就出来替丈夫把关 美貌的一概不要 只选身材魁梧的 弄得大家还以为这不是选妃 是在给皇宫选保洁队呢 此时杨燕已经年老色衰 想维持自己皇后和家族的地位 只有母平子贵 这最后一根稻草可以抓 所以跟他商量换太子的事 简直是往伤口上疯狂的撒盐啊 所以杨燕直接对了一句 力敌以掌不以贤 岂可动呼 司马炎没办法同时对抗 自己凶悍的老婆和宗法制度 只好不了了之 公元274年皇后杨燕病逝 为了最大化杨家的利益 杨燕在临终时最后一次对司马炎下命令 皇后之位必须让给自己的堂妹杨旨 以便杨旨可以以姨母家皇后的身份 保护白痴太子司马中 司马炎怕了一辈子老婆 对杨燕的最后一次恳情 只能咬着牙答应下来 但是群臣可不那么想 司马中的白痴名声已经传遍了朝堂 有一次司马炎大雁群臣 身为众臣的司空 太子少妇魏冠假装喝醉 走到玉座前 抚摸着这把椅子 哀声叹气 说此座可惜呀 前台词啊 就是这个位子白痴司马中不配坐 比起魏冠的旁敲侧击 中书令和桥更直接 他对皇帝说 太子心眼太实诚 在今天这个险恶时事里当不了皇帝 搞得司马炎很尴尬 不过为了迎合武帝 一些马屁精大臣 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司马中自从成年之后啊 大脑二次发育了 已经聪明了 司马炎明知这是子虚无有的狡辩 但依旧很高兴 为了证明这事属实 司马炎还布置了一次考试 就是写了一些关于治国安邦的小问题 密封好 让官员张宏送到东宫 让司马中来写答案 同时把东宫里的官员都调开 以免有人捉到 但司马炎太天真了 自己身边全是眼线 不但有杨氏集团的人 还有自己的重臣贾冲集团的人 这是因为啊 贾冲的女儿就是野心勃勃的太子妃贾南风 杨贾两家未来的荣华富贵 都系于白痴太子司马中一个人的身上 怎么能让司马炎得知真相呢 结果贾南风从宫外找来了枪手 替自己的白痴丈夫完成了答案 司马炎得意的把答案给群臣展示 大家也只好山呼万岁 为什么对这种带有重大bug的设计 西晋王朝的大臣不能对司马炎抗争到底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司马家对曹魏政权的篡夺 是通过长期血腥政治斗争达成的 而西晋王朝此刻的重臣元老 对当年的恐怖气氛还历历在目 觉得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最重要 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 从东汉王朝终结到三国时代的大动荡 让当时的世家大族和朝廷官僚都觉得 传统的儒家道德可能在这个乱世行不通 反而采取一种道德上的相对主义立场 及时行乐才是正理 所以你看司马炎时期的西晋 根本不像一个刚刚建立锐意进取的新王朝 反而朝廷上下都弥漫着一种金昭有酒金昭醉的气氛 大家比着享乐炫富 作者张景林就在书里列举了 说驸马王继用人奶来喂猪 说这样养出的猪肉味特别鲜美 国舅王凯用珍贵的药材赤石枝作为家里墙壁的涂料 对于这种情况 元老仲臣何增倒是有些警醒 有一次告诉他的儿子说 国家刚刚创业 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 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御前宴会 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 只是谈些日常琐事 这不是好现象 你们或许还可以幸免 孙辈恐怕就逃不脱灾难了 不过话虽如此 何增自己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点什么 反而自己一顿饭的开销就高达一万钱 还抱怨没什么菜让自己有下筷子的动力 后来司马光在资质通鉴里也不客气 说何增升为朝廷栋梁 不能当面劝告君主改正错误 只能在私下抱怨 不算忠臣 感觉这条批评 适用于司马延朝廷上绝大部分官僚 在司马延心里 不能废掉白痴太子司马中的第二个原因 则更为隐秘 在很多大臣心里 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 是司马延的同胞弟弟 齐王司马忧 司马忧在年幼的时候 由祖父司马懿做主 过继给了司马延的伯父司马师 这司马忧从小就以聪明才气著称 再加上拥有司马懿嫡孙 司马师嫡子的身份 继承皇位是无话可说 此时在朝堂上已经隐隐出现了 齐王党和太子党的党争 让司马延很是头疼 而且让司马忧当皇位继承人 就等于宣布皇位继承人的血脉 永久流入了自己的伯父司马师这一支 对于司马延来说 皇位无法传给自己的嫡系子孙 是无法容忍的 而且如果废掉司马忧 从其他儿子里立个太子 情况只会更乱 前面说了 司马延大部分儿子 都是西晋成立之后才生的 都养在身宫 一是年幼 二是没有功绩 不能扶住 如果贸然换太子 只会让朝廷里除了齐王党 司马忧集团之外 再出来一个新的太子党 政治斗争只会更加残酷复杂 基于以上理由 政治才能平庸 气度也不太宽的司马延 最终选择了死硬到底 不断要求司马忧离开政治中心洛阳 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从而导致司马忧忧愤而死 另外 白痴太子司马忧的运气好 生了个聪明伶俐的儿子 司马裕 立刻就被司马延内定为西晋第三代皇位继承人 这也给司马延提供了一个挡箭牌 所谓太子仁后 太子的下一代继承人又聪明伶俐 司马家的皇位继续在这支流传下去 当然是江山万年长了 后来爆发的八王之乱彻底证明了司马延的想法是一厢情愿 一转眼 时间来到了太康十年 也就是公元289年 此时司马延已经久病于床 时日无多 他不得不开始安排身后事 总体原则是外戚与宗室 共同辅佐新军互相制衡 外戚掌握着朝政 而宗室把握着兵权 在此之前 司马延已经一口气封了好几个司马式的皇族为王 到了这个时候 更给予这些诸侯王统领各地军队的权力 比如自己的叔叔汝南王司马亮 就有统帅豫州军队的权权 儿子楚王司马伟 有统帅荆州军队的权权 司马延的构思是 各诸侯王手握重兵 封地环绕首都洛阳 如果外敌入侵 洛阳朝廷可以指挥协调各诸侯国抵御 而一旦洛阳有变 则天下宗室可以一起举兵讨伐 这是司马延吸取曹魏政权的教训 为了避免再出现皇族宗室势力疲弱 导致大臣篡位改朝换代而想出来的高招 说完了诸侯王各封国 我们再来看看中央朝廷 司马延指定 由太父 也就是自己杨皇后的父亲杨骏 与汝南王司马亮 共同辅佐新皇帝司马忠 不过 司马延担心杨骏的势力太强 新军无法驾驭 于是又任命出身世家大族 太原王室和杨骏不是一个派系的王佑 为北军忠侯率领洛阳进军 为什么司马延那么看重自己的老丈人杨骏呢 作者说了 杨骏这个人才能平庸 还没有儿子 一无野心 二无后代 司马延的考虑是 如果自己的脱孤重臣是汉代的霍光 或者蜀汉的诸葛亮这样的能人 反而会有权臣独断朝纲 架空皇帝的危险 可以说 庸人杨骏是司马延最安全的选择 因为他既没有专权乱政的本事 也没有专权乱政的动机 于是司马延整体复盘了一下自己的方案 觉得布置的很到位 宗室与外戚 京师与外镇 中央进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 然后他在封自己宠爱的皇孙 聪明伶俐的司马裕为广陵王 表示 司马裕已经预定了下一代皇位继承人这个头衔 然而在司马延还没厌弃的时候 事情就出了差错 杨骏完全不觉得自己的崇高地位 是靠着裙带关系得来的 他已经开始大肆排斥一己任用亲党 公元290年4月初 司马延一看 身边只有杨骏和他提拔上来的亲信 原有的元老众臣一个也看不到了 很生气 来了一句 何得辩耳 这句话姑且翻译成 你简直是乱弹琴 凡然悔悟的司马延 向急诏汝南王司马亮入宫 商量对策 但此时内宫已经被杨骏和杨皇后把持 诏书都送不出去 过不了几天 司马延终于咽了气 死前糊里糊涂的认可了杨皇后带你的遗诏 在遗诏中 杨骏获得了他所想要的所有最高权力 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杨骏这是在自觉坟墓 自己当上了唯一的顾命大臣 权清朝野 自己又无德无才 从朝廷众臣到宗室 不约而同的把他看作眼中钉 所以司马延一死 杨骏感觉到的不是权力的快感 而是恐惧 当时洛阳已经有留言 说汝南王司马亮要勾结晋军杀自己清军策 不过汝南王司马亮也是一个庸才 此刻也害怕杨骏暗算自己 居然从洛阳跑到了许昌 杨骏于是大喜 想乘胜追击 进一步抓权夺权 把朝廷上仅剩的政敌统统赶走 于是杨骏直接造了一道诏书 把和自己不对付的王右解职 也赶出洛阳 便到河东郡去担任太守 同时任命自己的外甥张绍为忠护军 控制了洛阳进军 另外杨骏借口13岁的司马裕 已经被立为东宫太子 需要有众臣担任教师 一股脑的把朝廷上自己看不顺眼的元老 包括五帝时期的尚书和尚 右军将军裴凯等等 统统赶到东宫陪太子读书去了 更糟糕的是杨骏小人得志 连自己的弟兄都不肯容 二帝杨瑶 三帝杨继 因为苦劝哥哥不要太专权独断 也都被贬 此时已经有很多大臣预料到 杨骏的结局不会太妙 因此都刻意与这家伙保持着距离 而洛阳街头的儿童 已经在唱一首隐含杀鸡的童谣 哲阳柳 终于血腥的巴王之乱 以公元291年 也就是永平元年的一场 宫廷政变为序幕正式开始 独揽大权的杨骏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对杨骏发难的是白痴皇帝司马中的皇后 贾南风 贾南风权利于旺盛 对杨骏的独揽大权不满已久 不仅如此 由于贾南风西夏无子 又对太子司马玉的生母谢氏非常差 于是太子就成了贾皇后心里一颗定时炸弹 也多了一个讨厌杨骏的理由 谁让你在自己丈夫刚即威四个月 就窜落立司马玉当太子 如果能拖一拖 那自己万一生个儿子 岂不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了吗 搞政变要有兵 洛阳禁军距离宫廷最近 是必须要争取的 但是高级军官和指挥都是杨骏的人 贾南风只能拉拢低级军官 结果还真弄来了两个 分别是殿中中郎孟官李赵 另外打倒杨骏还得从京城外请外援 于是贾皇后密诏楚王司马伟和淮南王司马允进京 年仅21岁的司马伟勇猛果敢 是西晋宗室中出类拔萃的新生代 终于在三月新卯日政变发动 贾南风操控白痴皇帝司马忠下诏书 任命下批王司马晃接掌进军兵权 然后派出孟官李赵向皇帝告玉状 说杨骏图谋造反 白痴皇帝司马忠在贾南风的摆布下 自然是龙颜大怒 于是贾南风趁机让皇帝下令 攻城内外立刻戒严 废除杨骏一切官职 只保留临近侯一个爵位 若杨骏抗制不从 则兴兵讨伐 此时杨骏慌了 束手无策 首相的主部朱镇献祭说 如今只有以恶制恶 发动外营和东宫的兵力 来个反政变 烧毁皇城东侧的云龙门 堵塞进军前往杨骏府邸的必经之路 同时拥立太子登基 废掉贾南风和进会帝 不过这个计划对于平庸的杨骏来说 太大胆 太刺激了 面对下属和党羽们期盼的目光 杨骏只憋出了一句胡话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云龙门是前朝未明帝修的 花了不少钱 烧了 太可惜 属下一听这话 就知道大势已去 纷纷四散 杨骏被进军乱刃 捅死在马厩里 他的全家老小 外家兄弟杨瑶杨继以及亲信大臣张绍段广等 共计数千人都躺在了血泊之中 天亮之后 宫内传出了圣旨 改年号永平为元康 参与这次政变的皇族诸侯王司马伟 和原先被杨骏排挤的司马亮 都进入了权力中枢 除掉了杨骏 皇后贾南风浑然不觉 潘多拉之河已经打开 他决定继续操作惠帝司马中这个傀儡 铲除一己 扩大自己的权力 首先 贾南风假托有密诏 让楚王司马伟 除掉了汝南王司马亮父子和太保魏冠一家 然后把脸一抹 说司马伟是假传圣旨 意图谋反 又处决了司马伟 过了几年 贾南风又下令 废除了眼中钉太子司马玉 随后又将其在流放地杀害 杀害废太子是压垮贾南风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贾南风家族独揽大权恨之入骨的其他皇室诸侯王 终于有了再次起兵的理由 公元300年 也就是永康元年 4月4日凌晨 赵王司马伦发动了政变 贾南风被废后 关了禁闭 不久后就领到了一杯毒酒 贾家也被押往释逃 满门抄斩 由此 八王之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司马家族各诸侯王 清洗了朝廷中的外戚势力 但是独揽大权的赵王司马伦并不安于自己取得的地位 仅仅过了一年 他居然在亲信孙秀的窜夺下 准备篡位自己当皇帝 改缘为剑使 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孙秀这个人物 这个人是西晋中后期参加八王之乱的诸侯王身边常见的一类阴谋家 孙秀是山东狼牙人 但是出身不好 因为魏晋时代讲究出身门第 所以像孙秀这样出身寒门的士族子弟 官做不大 要负担沉重的赋税 在官场和生活中 处处会受到世家大祖子弟的霸凌和鄙夷 所以孙秀虽然当了赵王司马伦的心腹 但他出人头地的野心 却更加被激发 所谓一荣俱荣 只有自己的主子赵王能够更进一步 自己才能鸡犬升天 真正在西晋王朝的殿堂上出入 向往日羞辱自己的仇家进行复仇 果然 在缩使赵王发动政变后 孙秀当上了诸书令 在巴王之乱中 各诸侯王身边类似的寒门世人幕僚 还有不少 比如楚王司马伟身边的齐盛 鼓动和监王司马庸 向齐王司马炯开战的李寒等人 客观上说 如果不是这些不显眼的小人物 出于私利煽风点火 这场西晋皇族内战 蔓延扩大的速度 也许就不会那么快 巴王之乱到了这个阶段 首都洛阳和皇帝的宝座 已经成为一种血腥的诅咒 谁敢打主意 谁就死于非命 然后继续迎来下一个牺牲者 为了自己的私欲 司马家皇族已经完全抛弃了血缘亲情 开始打着保卫白痴皇帝司马忠清除乱臣司马伦的旗号 自相残杀 齐王司马炯 成都王司马颖 和监王司马庸等诸侯王 纷纷起兵进军洛阳 开始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 一会儿联盟 一会儿反目 最终也陆续在战火中死于非命 繁华的首都洛阳 在一次次兵乱中变得残破不堪 精锐的晋朝进军 也在内战中损兵折将 元气大伤 白痴皇帝司马忠 如同一件战利品或者吉祥物 不断的落入这些居心叵测的皇族之手 任其摆布 到了八王之乱的后期 惠帝司马忠被这些皇族和军阀挟持着 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来回往返 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日后的分裂格局形式 在此刻已经初步显现 公元304年 和尖王司马庸挟持靖会帝司马忠 以长安为都城控制了关中 而第二年7月 八王之乱中的后期之秀 东海王司马岳则以洛阳为中心 纠集了关东各州的兵力 大举西争 一百多年前 东汉末年 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剧情 再一次在同一片舞台上出演 306年5月 东海王联军的前锋 势如破竹攻进了长安 靖会帝再次身不由己 被胜利者挟持着 踏上了返回洛阳的道路 这一路由于连年战乱 民不聊生 贵为天子的敬会帝 只能乘坐一辆破烂的牛车 文武百官则徒步跟随 东海王联军之所以一路所向披靡 依靠的是一支凶悍的 北方民族雇佣兵 鲜卑骑兵 随着诸侯王的内战 从洛阳周边扩展到整个北部中国 中原周边的各骑马民族 也牵涉了进来 包括匈奴 鲜卑 乌环等等 这些骑马民族 从东汉末年开始就陆续南迁 在今天的河北 山西 陕西 甘肃等地定居 由于巴王之乱逐渐扩大为 全国范围的内战 诸侯王为了补充兵力 分别向他们请求戒兵 比如建立前赵的匈奴人首领刘渊 后赵的开国君主 杰族首领石乐等人 都是在巴王之乱的 血腥内战中通过建立军功 逐渐壮大了自己的部署势力 最终建立政权 割据一方的 最终在光西元年 也就是公元306年11月 一生颠沛流离的白痴皇帝司马忠 与洛阳工程显阳殿突然去世 享年48岁 有传言 他是被此时控制洛阳的东海王司马岳毒杀的 但是作者张景林说 这种阴谋论不足信 因为除掉司马忠这样一个容易操控的好傀儡 有百害而无一利 司马忠一死 继位的是23岁的皇太帝司马赤 新皇帝据说言行得体 聪明宽厚 很多臣下都说 司马赤的言行举止 有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影子 然而 西晋王朝的国本已经被毁伤过重 司马越和司马赤也无力回天 仅仅五年之后 更加恐怖的永家之乱就宣布来临 司马越 司马赤和晋朝末代皇帝司马业 成了西晋王朝最后的殉葬品 好了 这本八王之乱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作者张景林用生动入微的笔法 讲述了这场从291年到306年 长达16年的历史变局 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 看着一个个西晋中后期政治舞台上 轮流出场的野心家 是如何迅速把刚刚统一中国的西晋王朝 推进了覆灭的深渊 日本历史学家福元启郎评价说 灾祸的直接根源 来自晋武帝司马炎在统治后期 自以为高明的顶层设计 尤其是大力分封司马氏皇族充当诸侯王 并给予实权 这些司马氏的皇族亲贵 同时在朝堂上做高官 还掌握地方上的兵权 这就等于开启了一个危险的潘多拉魔河 司马炎原本觉得利用皇帝和诸侯王之间的血缘纽带 就能把东汉末年以来不断呈现分离倾向的中央和地方连接起来 统合为一个政治整体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却不知不觉的让国家权力私有化了 这些出身西境皇室的诸侯王拥有了如此大的权力 不仅有军队可以调动 还可以笼络世人作为自己的幕僚与私党 这些世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断缩使这些诸侯王 以国家大义名分为理由 开启内战与宫廷政变 从而使八王之乱变成了一场血腥的零和博弈 最终彻底刨空了西境王朝存在的基础 从另一个方面看 这场八王之乱虽然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分裂期 但是在阵痛和动乱之中 一个全新的外延更加扩大的中国也在慢慢诞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刚才提到 在西境灭亡后 在北部中国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民族政权 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也迫切需要中原世家大族的政治支持 比如 鲜卑贵族慕容伟就请来了 曾经在西晋朝廷为官的名士裴夷 为自己筹划大政方针 势力不断扩张 裴夷来自魏晋时期著名世家 河东裴氏 和刚才提到的晋武帝时代的重臣裴凯 是远房亲戚 最终慕容伟的儿子慕容晃 就建立了前焉 日本历史学家川本方兆曾经论述说 十六国时代对于西晋的取代 给了中国北方的士大夫世家 一个强烈的震撼 就是所谓的天命 有时并不会眷顾中原王朝 随着越来越多的世家子弟和西晋官僚 选择与十六国民族政权合作 担任官职 一种全新的中国观念也逐渐诞生 也就是说中国更像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 只要接纳了中原文明和制度 那么周边各民族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一员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门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